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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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想做算命先生说的那位好男人 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你怎么了 你怎么还哭了 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还不行吗 你别哭 你别哭了 我真不做了 我真不做了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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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儿去你爷那儿 把这个东西给他 你大姑要问就是我躲不开身 爸 你去福字书家了是吧 他怎么样了 电话呢 那个庞杰有信了吗 这 这还有好多事等着他做呢 听你福字书家来过一个电话 这孩子 董事长 小杰是不是搞对象了 搞什么对象了 问你呢 我 我 我不清楚呀 你怎么笨的 天天在一块都不知道人有没有对象 我打听一下 那个老孟在这儿住宫 你是谁啊 我是他找那个女人的男人 什么什么 没听明白啊 我女人跟老孟扯上了 这没有姓孟的啊 不对吧 我刚才打听小门店那个胖子 说老孟就住这儿啊 我说没有就没有你赶紧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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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什么走啊 我找姓孟的 姓孟的 姓孟的 你走不走 不走我就泼了啊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你看这老孟扯人子 哎呀 哎呀 对不起 哎呀大姑你这干什么呀 这 骂凉骂凉的 哎别提了 你爷爷人给他找不到对象啊 那男的来一找上门来了 这刚那个 嗯 哎呀 赵爷爷来决斗来了 别提了 气死我了 你爸的 大萍 嗯 你看我新买的这件衣服漂亮吗 不错不错 确实不错 什么叫不错呀 你看了吗你 哦 这衣服确实不错 哎 领导 这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衣服一天 换三到四套 这个美容 总 一个星期做七到八次 你是不是找了个比我丑的呀 你你别瞎说八道啊 不是瞎说八道 有点变化啊 有点 哎 大姐 什么 好好好 好 我去也没 没我去去去去去 去好 马上 马上 你干什么 你一给大姐打电话 一惊一乍的你 快来 出大事了 给我爸介绍那个女的 人家男男男男的找来了 要死要活的 你说我去有什么 那我也得去啊 要不然出人命啊 人家要死要活的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姐弟想组成亲友团助威啊 不不不 不是团不团的事 一个臭皮酱顶三个亮 三个诸葛亮 你自己打地气管 就你姐那臭皮酱 非气死撒诸葛亮不可 那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怎么了 爸 这 怎么了 出事了 人家找上门来了 出什么事了 你问咱爸 你不来碗儿 为什么找上门来啊 大萍你不知道 那老头横着呢 要不是我在 非得出事不可 这谁也怪你 造六大会出事 三番五四提醒你 你得把这当回事 你就批我的 怎么样 现在应验了吧 应验了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这两天 你哪都不去啊 就在这看着 万一那老头再来闹事 你好招架一下 不是 今天公司不是有事吗 一有事你就推三组四的 你早听我的 事情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别吵吵吵 吵吵吵 让人不得哀声 kontroll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 咋问得出事 不是 姐你说了半天 到底什么事啊 说 这我妈让我给你送过来的 谢谢 钟晨 你让你这么忙 还给我送吃的 我妈怕你晚上就凑 我现在啊 能动 kah了 以后你们就 就别跑了 顺路的事吗 小杰有信了吗 没有 仲长 叔问你个事 是小杰 是不是谈恋爱了 跟谁啊 我哪知道 我想你们年轻人 总在一起 他没和你们说过什么吧 没有 他跟您说什么了吗 也没有 我就觉得 想不明白 你这小杰到底怎么了呢 这是 叔 您别担心 他肯定是工作累了 出去玩一玩 玩的行 打个招呼 你看手机还总关机 根本就找不着 他这不急死我吗 这样说 他要是来电话了 我帮你说说 行 去看看 妈 郑成 你怎么在这儿 我给我福尔书送包子来了 嫂子 忠诚来就行了呗 你怎么还亲自跑去趟呢 我不知道他来 您不是说没事就让我来看看福尔书吗 你也买包子了 这买虫了 这就叫母子连心 想一块去了 今天包子真多呀 你们都留着吃 反正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那我去热一下 好好 你等着啊 行行行 我来吧 我热 给你这样 那个嫂子 麻烦你给我倒杯水呗 你让忠诚来的 没让他来呀 那他说是你让他来的 我没有 你说啊 他是不是怀疑咱们了 也许 这小子鬼执了 怀疑就怀疑吧 迟早的事 醒来吧你 你哪挺活得出去的 喂 小杰啊 到西安了 好好好 我挺好的 你放心啊 那什么 你大妈和忠诚啊 都在这儿 你跟他们说话啊 我跟他说是工作的事 喂 喂 你在哪儿呢 喂 掉馅了 叔叔 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没有啊 你说这孩子 真是 你来看你说 妈挺高兴 说明你懂事了 比你爸强 你说这受伤了 小杰也不在 他身边也没个人 咱是得帮把手 倒不是看着你 那个没良心的爹 和你叔这层关系 那就是旁人 遇上这种事了 咱们也得伸把手嘛 你以后 常来看看你叔 小杰正好 又跟你在一起上班 你呢 像个哥哥样 让着他点 也替你福子叔 关心关心他 也让你福子叔放心 孙岳荣一通 此地 无音三百两的表白 无非是想说明 他和福子 没有那层关系 倒是后面的几句话 让忠诚多了个心眼 难道他们也怀疑 自己和彭杰的关系了 看来还真的悠着点 忠诚偷偷记下了 彭杰打来的电话号码 匆匆离去 您好 这里是黄河大酒店 请拨分析号码 查号请拨令 我问一下彭杰在哪个房间 彭杰 请稍等 他一早退房了 退房了 那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618那客人说今早去哪儿了 这618 好像说是去忘情山了吧 对 忘情山 忘情山 哥们儿 来个忘情瓶吧 你看 我跟你说 逗了我这忘情山 就没有不买我这忘情瓶的 你把它放床头上 你想的我什么我失恋的 我什么失业 我欠别多少钱 第二天早上忘了 来一个 啊 你看多这款式 来一个 来一个 我跟你说 到了忘情山 就得买我这忘情瓶 哎 哎瑶瑶 对我在外地呢 啊 好嘞 知道了 来一个吧 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啊 你把这儿当旅馆了 你走你就走你的 你把手机关了干什么 怎么找也找不到你 你气死我啊 哎呦 爸 我不就是出去转转吗 有那么严重吗 行了 回来就行 回来就挺好 哎 现在孩子都这样 那忠诚不也是吗 你看这出差 跟我连个招呼都不打 说走就走 别说了 忠诚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没想到吧 我飞过来的呀 你来这儿干嘛 是旅游 我是来找你的呀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啊 那我不是双子座 有两个脑袋 直升一百三呢 到底怎么回事 今天早上咱俩通电话的时候 我听到你背景声什么 忘情山 忘情皮的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我早就想来看日出了 今天正好是个机会 我就飞过来了 喂 叔 哎 挺好的吧 小杰有信了没 啊 什么 他 他回来了 哎 哎 好 好嘞 叔 哎 再见 瑶瑶 开门 瑶瑶 开门 等一下 哎 马上收拾东西 我有急事马上就回去 有什么急事啊 这都几点了 进来再说吧 你别管现在几点了 咱马上就得走 这现在又没有火车 这现在又没有火车又没有飞机 半夜三更呢 哎呀 那明天一早咱们就走 中程 你是不是在躲我呀 是不是 我没打招呼就来找你 你生气了 不是 我是真的有急事 有什么急事啊 有什么急事啊 刚刚还好好的 说走就要走 中程 你要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走吧 我 不是我 公司真的有急事 我得马上赶回去 中程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要不 我们半夜上山 你陪我看完日出 咱们就走 好 小杰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跟爸爸说说 没有啊 你是不是谈朋友了 没有 爸 你听说什么了 啊 没听说什么 爸爸就是看你一天也没个笑脸 一出去又好几天 这不正常啊 小杰啊 有什么心事去跟爸爸说说 别别在心里啊 啊 爸 真没有 哎呀 爸爸知道 这女儿大了 有些话就不好跟爸爸说了 要是你妈妈还活着 也不至于让你这么委屈啊 爸 我都这么大人了 有什么事我自己会解决好的 嗯 那我们这样 下次我出去之前 给你请假 哎 哎 这才是好姑娘 哎呀 你大妈来了 我去开门啊 来了 啊 嫂子 哎呀 中诚啊 我刚出生回来 我以为我妈在这儿 所以 我想跟她一块回去 没有没有 这么晚了你妈怎么可能在这儿呢 你妈一晚晚上不在这儿 来坐坐 中诚啊 是这么回事 那两天我不受伤了吗 你妈就回去晚点 自到我伤好了以后啊 你妈晚上就不过来了 哦 小杰呢 刚睡了 那说 那我就先走了 哎 别别别 你还没吃饭吗 我去给你弄点都是现成啊 别别别说 我飞机上吃过了 真吃过了 真吃过了 哎呀 孟师傅回来了 你怎么又来了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咱们俩没什么话好说 大哥 我想麻烦你 跟荷华说说 别把那块地收回去了 你们那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哥 有啊 我听我闺女说 荷华想要回那块地 就是因为你要在那块地上种菜 不是吗 你劝劝荷华 容我一段时间 劝不了 你把地还个人家不就行了吗 哎呀 就那么简单就好了大哥 哎 我不瞒你说 那块地啊 我承包出去了 还有二年到期 我要违约啊 我得赔人一万块钱呢 你拿人家的地赚钱 你挺贵算账啊你 不是那个意思 我心思 荷华去听你的话 你就劝劝呗 啊 大哥 大哥 哥呀 我给您鞠躬了 完了再说吧 哥呀 当事办啊 好 看着点儿 我说 小杰回来了 那个你给他打个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来上班 人家有个项目点名让他做 来 你出去采购材料你怎么不够帅上 啊 那个是 客户他 他要求要改变 编编编 什么客户呢 是瑶瑶改变的吗 爸爸爸爸 你怎么知道的 什么叫我怎么知道的 你们刚一走 人家他妈就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那个是 我说 我说他们三个一块去了 三个 你 小杰 瑶瑶 这个事我还专门给小杰说了 我小杰 你你你你你清楚啊 你呢 再和瑶瑶说一声 你别到时候我 穿帮了你统一口径 你跟彭杰说 我跟瑶瑶跟彭杰一起出差了 你不识书我就是啊 我这扶着你了爸 你这 扶着什么呀你扶着 有人说 你那什么啊 你少带人瑶瑶出去 你要出点事 你怎么和人家长交代啊 什么呀 什么什么呀 从小你就撒谎就什么呀什么呀 犯什么糊涂啊 我告诉你 你妈还让我找你谈谈呢 你和瑶瑶的事 你到底怎么想要怎么决定的 你自己心里得有点数 什么呀 什么呀 说呀 什么呀 你什么呀小子 给我演戏演不过我 什么呀 我跟你说 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啊 你说他霸着我的地不还 你一跟他要他就耍赖 你说拿我的地啊 他挣钱 你说有这么不讲你的毒子吗 他这个事肯定是不占领 咋哭挨子他也得输 这回咱怎么也得要回来 要回以后 你挑水来我交圆 气死呢 千道的 咱俩演出天心配啊 对 你会唱吗 会会啊 你真会唱啊 会啊 那咱俩可太合适 我会我早看好呢 对 你看 再唱一唱 树上的鸟 长霜醉 绿水青山 带笑颜 你耿天来 你止步 我挑水来 我挑战 我挑战 这活我全干了 这张更好 还是我女儿长得漂亮 她出去知不知道关心人哪 帮你拿东西吗 妈 你烦不烦哪 你这孩子 妈不是为你好吗 我告诉你 男人一开始调教好了呀 你会想一辈子的父母 在她面前 一定保持足够的信心 你不管怎么喜欢她 也不能放弃对她的调教 妈 知道应该怎么做 用不着你教了 你知道 你知道什么你 有一点 我可警告你啊 不能早早的把自己 全部交给她 妈 说什么呢 妈不是怕你把握不住自己吗 妈知道你们年轻人不知道深浅 到时候吃亏的是你 知道吗 不能在这方面叫人看不起 妈 干什么呢 我跟你说啊 我说的话你一定记在心里 不能不大回事啊 好吧妈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你出去吧 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大哥 这都自个家地里长的 绿色的 你尝尝馅 自个吃的不上化肥 卖的就上化肥 是不是 哪都能说呢 大哥 往后啊 我隔一天给你送点 嗯 这算个啥呀 我吃不了那么些 大哥 你跟何华那个事你说了吗 说了 他同意了 何华坚决要收回那块地 我说你就干脆把地还给人家算了吧 这个臭老娘们 你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你怎么收拾人家 你不得讲道理吗 这个臭老娘们 给脸不要脸 他就牵揍 我告诉你王安柔 你要动何华一个手指头 我绝对饶不了你 哎呀老孟头 你算哪块地的葱啊 你管的可太宽了吧 难怪何华说你不讲道理 这不是你请我管的吗 我还知道你屁事不定 我还不如在家晒太阳呢 晒完太阳 你该还地也得还地啊 我警告你老孟头啊 往后我跟何华的事 你少掺和 别说几眼了 我对你也不客气 既然你能把我怎么着 怎么着 那你 你把你探打走 我回家喂兔子 谁让你上我这来的 我也不给你这个老东西 等着 等着你能把我怎么着 我跟你说别跟着一般见 你让人看着笑话 谁笑话 他都不嫌笑话 他回去不整死的 我真笑话 笑他我 说您不听吗 你就让我着急 别跟着一般见着 不就一块地嘛 你着啥急啊 你别管我 我这几天不在 看好了孩子啊 老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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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华回村 这人往爱肉给走的 你个混蛋 别人动手了 你干啥去 何华这个时候 正需要男人呵护 哎呀 你可别动手啊 听见没有 不一定啊 看情况吧 哎呦天呐 现在就呵护上了 你看 人给打这样 你看 这也他给打的 太野蛮了 这也太野蛮了 这也太野蛮了 老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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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管毒的 那个 那个什么肉 你也太野蛮了 你看你把人给打的 咋的 这还搬着旧瓶了 你这 你算干啥呀 放羊的炸糊割草的 你管我呀 我告诉你 啊 没你事啊 跟我离夜圆的 你有礼将礼 你为什么打人呢你 我就让他在这行事上跟我签 证明 那餐地是我成猫的 哎咱就算老大 你要不签呢 我告诉你 这辈子 你必须得二症 呸 你想得到没呢 我就是不签 我告诉你 他弟是我的 可爱牵斗的你 臭老田伟 嘴硬是不是 你干嘛打你 打你打 你打 你不要闹手好不好 打 你怎么这么野蛮呢你 老孟头 你就是个野汉子 你俩呀 一对狗男女 你不要学口困人 谁是野汉子 你们俩不已经离婚了吗 我跟他离婚了 我没跟弟弟 那弟不已经判给人家了吗 我的 判给他我不给他 你咋那么不想你呢 法律都判给人家呢 我咋不想你呢 我告诉你说 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 你报呗 哎 我们俩都打仗 你俠在中间 你送个屁呀你 报呗 我说报就报 你别来这下午 110啊 我要报警啊 这个鲁莽的汉子已经打人了 而且他还要打人呢 这叫 这是什么村 西柳林村 西柳林村 不是啊对啊 打人的这个人 他叫他叫什么肉 你自己说 什么肉 王二肉 听见了吗 他都自己说他叫王二肉 你说他这个人他有多肉啊 他呀 他 哎呀 不是你 你又回来 把办公里 他哪来啊 他哪来啊 那干什么呢 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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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干什么 哎呀哎呀 哎呀 老孟 老孟 哎呀哎呀 怎么样怎么样 啊 哎呀 那个什么肉太野蛮了 你和他离得真对了 哎呀 喂 喂 忠诚吗 你爷爷被打了 你爸要去找人家 你快去拦着他啊 别让你爸吃亏了 知道了 村长村长村长 村长 你还得带我去找那个王二肉 这个事不能这么完了 哎 孟总 王二肉是个无赖 你找他能说出个什么长短 你放心 打人的事我们村委屋要处理的 我跟你说 那你也告诉他 我带我把他检查去 万一有什么问题他负全责 好好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啊 村长 那谢谢你这么远巴巴送过来 哎呀不用谢 你们好好照顾老爷子吧 啊 啊对 另外孟总 和老爷子说说 以后少招惹那家伙 不是我们 哎呀行行行行 什么玩意儿 没文化 野蛮 哎你 我说什么来着 您就不应该瞒着我去乡架找他 您看多危险呢 我不是去跟他见面 我找他要钱 他借我钱了 你借他钱了 妈呀 爸 您又被别人骗了吧 哎呀 他也才不知道借钱的事 大爷 哎 大爷 哎 哎大爷 妈问一下王尔肉在哪住 你知道吗 王尔肉啊 那边 那边那家 那边是吗 对 好嘞 谢谢您啊 你就是王尔肉啊 你谁啊 你打了我爷爷 你想干啥 干啥 你说我想干啥 我可告诉你啊 要钱没有 要命我也不给 你帮我撒着你 哎呀 你真撒呀爹 哎呀你不能走 来人哪 放开 打死人了 手给我放开 手给我放开 来你给他把我打死人 快打幽然银 这小子下死手啊 真好看 看我们家瑶瑶多漂亮啊 忠诚约你去的 这小子在我面前还装 是是 我的我的我的 喂福子 什么事 忠诚 什么派出所呀 哟 小伙我知道了 阿姨忠诚怎么了 她说忠诚跟人打架了 她怎么会跟人打架呢 肯定是弄错了 她刚才说什么派出所来着 哎呀 哎福子 阿姨 你等我 我也去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 别说他了 孩子不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 支持孩子打架呀 什么叫我支持孩子打架呀 什么叫我支持孩子打架 好了好了行了 又吵了 翻不翻 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 阿姨你坐前面来 你坐你坐 往面挨着坐 你快坐坐 坐好 老厉害 跟他人们在说 你团队 走 去干嘛 都快我觉得啊 那我就知道 我不是开心的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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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子叔 我没事 您放心吧 好嘞 忠诚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没吃亏吧 造那么个无赖我还能吃亏啊 吃亏我饶不了他们 你哼什么哼 没哼你 我又不是跟你说 我理你了吗 行了 孙岳荣 当着孩子 我不愿意跟你吵架 走走走 妈妈妈妈妈 你们俩就不能在同一个空间 在这儿哪怕几分钟啊 来 走走走 妈 妈 妈 上车走 别管他 爸 您真是 我也是这样 我都不是她闹吗 我 不是他闹了 我闹了 那什么 还能生气 我闹了 你怎么不理我的啊 我滑上一条路 我要是不躲开 别人怎么过得去 我跟瑶瑶吃点劲啊 大叔 您又去 您的小卖店隆重开业啊 没有办法呀 我那个小卖店 要是不开张 那可就直接影响 纽约股市 一斤鸭子扒两嘴 你这个酱鸭头 全靠嘴支着呢 早了 大叔 盘子哥 来 买早点去了 买早点的人多不多呀 不多 盘子哥 今天的油条又减肥了啊 爸 他盯着你可仔细了 爸 你趁热吃我给你拿萝卜丝去啊 你也吃吧 不用 您先吃的 没吃饭就帮你盛的啊 快吃早点去吧 哎呀 不吃了 我不跟你说好几回了吗 有个猎头公司 一直想聘一个有懂劳资的人 一天到晚的吹 几年了 那你得看我愿不愿意去 行了 行了 大婶 买菜去了 你出去啊 老孟 小婶 吃饭点 买菜去了 何花想见你 下午三点老地方啊 明白 那 那 那 吃个油条 哎呀 不吃 你吃吧 我家里有 我家里有 家里有 你吃 你吃过了enta招 Yak 不吃吗 你吃了呀 哪里有 我家里有 你吃完 我家里有 你儿子不吃啊 是 那是 那 哪里有 我家里有 那我家里的 这么久了 能告诉我 你的真实姓名吗 李语如 你呢 我叫李平 李平 不瞒您说 自打和你视频之后 满脑子想的 都是你 太夸张了吧 是真的 你可能不会相信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但真的是很想你 不至于吧 我们能在现实中 见见吗 见了面你会失望的 我相信我的感觉 是不会错的 可以吗 其实 这样视频 已经是见面了 我想真实地感受 你的美丽 你可真会说话 这样吧 我考虑一下 行吗 好 谢谢你